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6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我们一开始就来关心今天白天投票的情形 国民党籍的花联现场候选徐中贵 一大早和他的先生立委傅昆奇 搭车到解安国中 他们手牵手走进了活动中心来投票 脸上带着轻松笑容 没有太多紧张和担忧 他也表示说选举是一时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守护花联的美好 26号上午天空飘着毛毛细雨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一早就到投票所 报到进行投票 国民党籍花联县县长候选人徐中贵 也和他的老公立委傅昆奇 一同搭车到解安国中 手牵手走进活动中心进行投票 非常的轻松啊 他会担心今天下雨 那个投票率会比较低一点 今天天气应该算是不错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勇约出来投票 今天看起来投票的人好像没有特别多耶 我想现在还早嘛 到四点以前都可以 这段时间都是如此 因为乡亲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就整个选举到昨天晚上结束啊 那有没有你失重度的感觉 终于到最后有感觉 我想是这样子 这个花联是一个多元族群 而且非常善良淳朴的地方 选举是一时 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守护花联的美好 徐正伟脸上带着轻松笑容 没有太多紧张和担忧 但声音明显听得出有些沙哑 他则感谢支持者在选举过程中的热情响应 相信今天的天气 还是会让乡亲踊跃出门投票 他表示选举是一时 希望大家能一同守护花联的美好 记者徐立芹捷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